職務虛年農曆六月二十八日 儀式 為廉江縣北竿江衛生所重建工程 洞土典禮 廉江縣縣長劉振毅率全體與惠來賓 竟備生果之儀 焚香祭拜 請洞土典基 第一產 洞土平安 第二產 開工順利 開工順利 第三產 圓滿吉祥 第二產 圓滿吉祥祥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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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非常充滿希望 充滿未來的一個機會 只要我們同心協力 一起努力 在立委協助室下 在議會故島監督之下 在相關所一起協助下 我相信未來一個健康幸福的馬祖 我們是可以預期的 我們憲政工作 已經為馬祖規劃出一個很完善的建設範圖 我們12年中長期計劃 以島嶼創生 國際接軌 永續發展為目標 我相信只要我們同心協力 一個健康幸福的人也是可以期待 同心協力 一起為我們北竿鄉 一起為我們馬祖來努力 今天這個北竿衛生所的興建 代表著我們對鄉親健康跟醫療照顧的重視 我在衛生局局長任內 各牆的衛生所都是在我手上興建 北竿衛生所也曾經做一個稍微的固定 但是整個上面積還是不足的 那差不多10年前我們東秀衛生所興建完工的時候 衛生局的王副署長來主持這個 完工剪裁祈願儀式 他對東秀的累積以及東秀衛生所 整個的動情為何 他說 哇 全台灣最漂亮的衛生所在東秀 但是今天我們北竿衛生所的東風興建 跟他完工有兩層半的一個建築 400多坪的面積 我相信到時候全台灣最漂亮的衛生所 會在我們北竿下 非常謝謝衛福部以及各單位 給我們的協助支持 讓這一個共同能夠順利的動工 那我相信在所有鄉親在健康醫療照顧 沒有負負之憂的狀況下 我們全力投入地方的建設 為馬祖的明天一起來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兩千間的動工 以及年漿的這個特色 就很多領導他還沒有看到那個文化 特別在強調文化 我覺得在年漿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 城鄉港公園的北竿的這個介紹 有那個明星片 都可以感受到那個文化的一個傳播 那第三個我覺得很不一樣的就是說 這邊的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 我覺得最難的 我剛才也問了那個立委說 我一直在從他身上看到 欸如何讓這個大家的這個合作 其實台灣喔 最重要的就是說 其實基因很多 可是要怎麼變成一個統合的力量 往前進 跨於協力 然後集思廣益 然後可以一起前進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台灣比較少的 或是說比較不夠的 或是說在我們跨部位 或是跨領域要合作 那去跟我們完成一件事情 很複雜的 在這個地島裡的這個政策呢 我們把地島是當成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過去呢在衛福部 原鄉地島是放在一起的 那為了這個原鄉地島 它的需求不一樣 我們現在把原鄉地島這個 諮詢委會做一個分別 本市縣長還有局長喔 縣局長也一直在跟我提說 未來在醫療衛生上面 不管從公共衛生還是這個醫療 還是後續的一個長照等等 等等 那我們都希望 在針對我們在地的這個需求裡面 那在資源的爭取上面呢 跟陳庇文一起來努力 還有這些同仁啊 這團隊啊 執行力啊 經費很重要 經費一定要有 所以衛生福利部呢 慷慨減航 他減了六千多啊 說起來真的很小氣不算多啊 我們來繼續講 我們謝謝一下好不好 講到土地齁 除了張主義官 之前在北竿這邊張主義官 他也承諾要給軍備局啊 守魯有責啊 不放就不放 我講到這邊又要講到 我們一個北竿的鄉親 陳全坤鄉親 他十任陸軍副總之令 後來逼到國防部 我要他親自來這裡 把這個地啊 把它解決了 不然那時候 我們地區指揮官 還決定不了啊 所以我們真的要感念啊 我們陳全官 相信 全官兄是我們這裡北竿人 他說我們北竿人 北竿衛生所 以及這個福利館 我本人啊 非常感觸很深 從開始爭取 那時候這個現場 現在還有我們這個議會 北竿衛生所 一直在福利館 那個時候 第一個事情 剛才委員也講 其實 除了地 其實我那個時候 跟現場 我有報告啊 今天 副總之令來 我們在連江縣政府把它圍攻 叫他這個任務 一定要到這個環境 那個時候 我們一直逃走地 大家都在 聽我來 現在都可以聽我來 他聽我看那個圖地 看那個圖地 我想你千萬不要去 動部隊的這個 防射 那個時候的法律師 一定要待會再見 這個現在應該很清楚 那個時候 我們就一直找 就找了這一塊地 我想這麼好 我第一次 記住這塊地的時候 哇 這麼大的一塊地 旁邊還有拔場 那個時候我跟現場講 未來 我們北竿好大隊 要大發到南竿 這塊地突出四處 給北竿來做 一個設定 社會福利 把這個跟衛生所做結合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海島的人數少 不可能去成立一個全照經費 所以一定要跟衛生所族的 跟這些人 這個這個這個 護理師啊 結合 這樣子資源才不會浪費 不然你幾乎五個老人家 你怎麼可以去做這個 所以說 這個 10點我們現場 市政的時候 就要把這個光點來夠 因為未來的公營也是一樣 我在公營旁邊 要蓋一個長照 未來我現在在 在做地 那這個 有情和目的 我也叫他 已經 當時這個案如果能成 我相信是不可能 但是現在看這種 這種改革精神 看到我們市長講的 委員 縣長 議長 通力合作 我個人也希望知識可待 部隊存在的目的 是寶貝民 這是不可改變的宗旨 但是寶貝民之外 如果說能夠出新地方 又不回應部隊的宗旨 為何不做 如果這個案能夠做成 我個人是在關心的 當時我相信我已經解釋過一定 可是如果很多位的感傷不好 我是中心的主持 今天如果在這個場合 如果我真的講 我只是以兩度美男三度馬祖的 一個老人 這叫老人合作中心嗎 老人的心態 我次心裡面有份的高興 也感謝各位 來長輩先進的貢獻 謝謝 當然也必須感謝 司長的權力支持 我想 為什麼 這個地點 當初縣長 跟這個張祖光 跟鬼仁 還有我們一張 選這塊地 後來我在想 真的是非常有元件 我想在談起 這個是屬於這個 馬土最大的這塊平原 面臨的環山 然後兩個沙灘 那這邊西面呢 目前的聚落 已經算是毛橫 而且很多海沙屋 那未來勢必是要 這個方向發展 所以 縣長 把衛生所決定在這個地方 並且也指示我 把這個道路做 現在興建的位置 大概就是 待會我們會去的公立 在這一塊地上 大概未來會興建 有一個 衛生所紀錄的 一個社會 那它的地號 就是920的一個地號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場的一個部分 那這一個部分 大概就是 就是鄉長康 美派鄉長 為了我們還會 將職業道路再擴大 讓所有環線 集中在這個地方 以促進它的 交通貢獻